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苏州公园园区篇的《上级》里面重点介绍了苏州公园园经过二十多个春秋的建设和发展 让这片古老的江南水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多观众的热烈反响 他们都纷纷回忆早在二十多年前 也就是1994年春节刚过 新东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5月12号的时候苏州公园园正式启动 当时有很多政府代表团 当然也有本地的大企业 率领很多企业家走进苏州 来到公园园区进行考察洽谈投资 我们的热情观众纷纷向我建议应该多报道和宣传 苏州公园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因为这是新中两国携手合作的光飞典范 在中国创造了须与多多中外合资之罪 并产生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正如苏州公园园区的领导 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号采访时所说的 苏州公园园区是架起了新中两国的一座桥梁 它对生化两国关系起到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本期我们就想通过公园园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印象 这个片子让大家进一步对苏州公园园区产生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题目就是印象印象和影响 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视频 一起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称苏州 在这个公园园区里面体验一下园区人十二十层的生活 我们就是感受他们的幸福血液的日常生活 好吧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我们的视频 亲身体验一下 苏州公园园区就像一个打开的窗 也像一个打开的一个窗门 一个城市它所给一个建筑带来的 就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的一个底蕴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面 你会觉得负有一种历史的责任 我的艺术工作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主要是我的艺术 从每天的活动发生的活动 城市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城市生活就像一张画布 每一个人置身其中 都会留下自己的思考 但似乎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城市生活是嘈杂却独有的旋律 是炫目而多边的色彩 还是疲惫 却不得不奔赴的下一个起点 也许 只是那些能够在记忆里 停留好久的路牌 是早晨上班前 那半碗扬着热气的汤面 是不经意间 以此可有可无的驻足 苏州工业园区的日常 给我们开启的 却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都套着双面秀的精巧 与工业设计的优美 生活与艺术 传统与未来 开放的苏州工业园区 塑造着自己独有的旋律 这一个城市 它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 它这一面也好看 其实它那面更好看 它还有很多面 一个是输出团土的 2500年的历史 一个是工业园区 怎么样是产生一个 共鸣的一件处品 如何在这里面 连接过去展望未来 把历史 把文化 融合到现在的生活之中 二十多年来 最美好的苏州印象 就是苏州工业园区 从涵盖六千年 环太湖文明圈的 草鞋山道做文化 到小桥流水 古镇人家 从农田纵横的江南水乡 到浪漫典雅的都市文化 园区用温暖的笔触 书写着后工业时代的 城市语言 苏州体育中心 从整个结构体系上来说 应该是非常创新的 一个结构体系 創作是以更有效的方法 力道 行道 最终就整个成型 我们认为整个领域 领域的领域 也认为能够估计 我们也认为能够估计 所以我们很幸运 在这里 新古街 现代大道 金鸡湖 然后整个呈现现代化 那是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 它其实代表了中国 往现代发展的一个方向 创新的人才 创新的产业 创新引领着城市向前奔跑着 当我们选择了苏州工业园区 创新足以让生活充满阳光 而充满阳光的生活 承载的 却是你对一座城市的所有梦想 电子经济作为一个新型的产业 也在这个城市能够生根落地 运动呢 它讲究的是一个快 你必须要抢一个主动权 参与的人群也比较年轻化 我们也愿意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 在苏州工业园区 年轻的设计师在图纸上 思考着艺术 而艺术家却在城市的空间里 雕琢着未来 开放的园区 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了所有 一切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让城市变得更精彩 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空间的设计 我可以引导人在城市空间中的生活 从材料的转换 从空间的框架 讲究一种空间的 很有张力的变化 现代当代的雕塑 它开始越来越多地 跟空间互动起来 跟周边的环境 建筑 人文 历史 都互动起来 它有一个活动的艺术社区 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艺术 那可能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些 和声 甚至旋律 谁说都市生活 只会带来枯燥与压力 谁说忙碌的工作 总是拖着疲惫的脚步 谁说现代化的森林中 看不到心与心的交流 谁说城市里 听不到鸟语花香 那些环保而安全的出行方式 那些在忙碌过后 触手可及的轻松 或者 金基湖畔 那一份优雅而精致的午餐 这 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为了外国人 为了外国人 是比较有更严重的 工作在这里 比其他其他城市 在中国的地方 是非常国际的 和音乐人 从全世界来参加 他们会把各个国家的热情 各个国家的元素 各个国家的开心 带到远去 我并没有想到 这里在西方的地方 我非常感谢 所有的细节 和城市 都已经成为了外国人 我们都曾渴望 生活可以变得色彩斑斓 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生活里的艺术 才是值得珍视的全部 一本书 一束花 一杯温暖的咖啡 一种性格 一种风度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用心触摸着生活 这就是苏州工业园区 你用怎样的心去感受它 它就是怎样的 在我们的尽力 在西方的学院里面 在这里面 在西方的学院里面 在我们的学院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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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我们就聊在这里 欢迎大家为我点赞分享 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 我们下期见